说点美好的事吧 什么美好 谈恋爱呀 谈完恋爱恋爱成功了 我就可以去结婚啊 结婚过后呢 结婚之前我要去开开心心拍婚纱照吧 但是 你说一不小心 要是发生下面这种情况 你怎么处理 新孝林 新孝廖 大家好 我是大宝 看着没我这是行头 再加上我这个家务事 大家老爸 我是这个摄影师 今天呢我们这个任务呢 就是有两位美女 扮上新娘 跟我们几顿新人开玩笑 说说他们还来呢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今天我刚才已经给大家 布置完任务了 是不是都没有准备好 那我跟你说 这个照片拍得怎么样 不光靠我们二位 还要看新郎表现的怎么样 不 其实我感觉 新郎倒是无所谓了 我感觉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看你俩怎么才能勾搭住 这个新郎 勾搭 不不不 这个是那个 吸引住那个新郎 用我们使务来针 没错 用你们的演技去征服它 好不好 好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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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串 揪着新郎的耳朵 调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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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来 调到这儿 好 来 再来一张 好 你谁呀 新娘 新娘 你谁呀 我新娘 我才是新娘 你谁呀 新娘 我才新娘 你怎么回事 我刚才上去捕一个装回来 就变成这样了 怎么回事 她走了 谁呀 谁是新娘 你知道不 你 那你干什么 没有跟他们 到底在干什么 说 替她擦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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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呀 怎么解释 我错 我错了 你错没 错了 你怎么错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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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你好 等会了 二位 这个 跟您说一下 这个 我们是这个 辽宁卫视新孝林的 妈呀 辽宁卫视新孝林的 妈呀 辽宁卫视新孝林的 其实我们可以拍一张 你看摄像机在那儿了 看见没有 在这儿 还有这边要一个 拿个招呼 来 跟她打上招呼吧 好不好 你好 你好 看过这个短片之后 我感觉那个新娘好像知道 但新郎完全是不知道 对 那个新 新郎的表情啊 太真实了 这种片看得很好玩 好 当然呢也谢谢出镜的 这两位新婚夫妇 希望你们幸福 百年好喝 谢谢您 谢谢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啊 老是幻想 说这个睡美人 睡美人 老是幻想 那我以后找女朋友 或者是我的妻子 就是要像睡美人一样 其实我们都没有见到睡美人 对不对 嗯 想到动画片里有 是 动画片里面 童话故事里面 嗯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我们脑海当中 想到那个睡美人 到底是什么样 又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 来 我们一起看一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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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